截至巴黎时间1月17号中午12点的最新数据 法国24小时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8129例 新增死亡病例8例 重症病房使用率为76% 在过去7天里 法国卫生当局平均每天报告294452个新增病例 而一周前为313252个 尽管1月份的感染率飙升 但现在这个数字的回落是否得益于奥密克戎变种 接替了Delta变种呢 由于周日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重症监护室的情况仍然稳定 所以人们提出了这个问题 根据周日晚间公布的官方数据 这些副机构有3852名严重的新冠肺炎患者 与前一天一样 周五有3895人 周四有3939人 另一方面 住院病人总数继续上升 周日为24887人 周六为24544人 另一方面 本周记录的新感染病例数量下降到278129例 而前一个周日为296097例 平均而言 在过去七天里 每天有294452个感染病例 而前一周为313252个 根据重症监护室中观察到的数字 就得出结论还为时过早 除非这些统计数字得到证实 它们可能与奥密克戎的特点有关 这个变体比它的前身Delta更具传播性 但似乎也导致较少的严重疾病形式 然而科学家们不知道 这在多大程度上与变异体的特点有关 还是与接种疫苗 或者是以前的感染 已经有部分免疫力有关 然而专家们认为 奥密克戎可能对重症监护室的负担较小 因为它引起的疾病形式不太严重 而对于医院的一般床位来说 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疫苗接种方面 5360万法国人至少接受了一次注射 占总人口的79.5% 5230万人 现在已经接受了完整的疫苗接种计划 占总人口的77.5% 3170万人已经接受了加强剂量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的死亡总数 为126,967人 370万法国人至少